李文 容祖兒 范曉萱 港台流行歌手中的重量級人物 I like your name Coco Coco 他們曾用歌聲席卷華語樂壇 是人們心中當之無愧的金曲歌后 從音樂出發 二十多年來 他們或專注演唱或潛心創作 如今都奠定了娛樂圈中 無可取代的地位 他們曾有過成長路上 終身難忘的回憶 也遭遇過難以逾越的迷茫和痛苦 我自己都真的可能是因為這樣 我不敢面對金子 那一陣子一直耳鳴 然後一直覺得 這樣一回頭的時候 整個是這樣 鱸玉有約金曲歌后 李文 容祖兒 范曉萱 帶你回憶他們從一路上難忘的瞬間 精彩 馬上開始 近期 一檔音樂真人秀的播出 再一次讓觀眾見識了 國際歌后李文的風采 在節目中 他用毋庸置疑的演唱水準和感染力 多次獲得第一名的好成績 作為華語樂壇中少有的國際法 出道至今 李文演唱了很多快日人口的歌曲 如《滴打滴》 《想你的365天》《真情人》等 不僅顯示出過人的唱功 更透露出他骨子裡稀釋的性感和奔放 而回顧他的成長經歷 也同樣充滿中西合璧的色彩 李文1975年出生在香港 9歲隨家人移居美國 家中有兩個和他一樣愛唱歌的姐姐 不幸的是 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因肺炎離開人世 妈妈一人將姐妹三個扶養長大 雖然李文和兩個姐姐 都生就娇好的面容和靓麗歌喉 但最終只有她一人走進了娛樂圈 而二姐Nancy 曾經多年充當她的經紀人和化妝師 陪伴李文成長和出道 两人拥有許多共同的溫馨回憶 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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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cy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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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 Nancy好漂亮 Nancy好漂亮 謝謝 二姐姐一直照顧我你知道嗎 在我身邊 你們倆真的是很像 是嗎 所以下次通告 所以下次通告就請姐姐來代替就可以了 我來做代替GoCo的 從小你就會管著她吧 沒有 從小我們覺得她很可愛 都會欺負她 這個邏輯 從小因為她很可愛就會欺負她 對 因為小孩很可愛的話 就會掐一下 擰一下 對 哪裡只要掐一下 對 她很單純 她很單純 從小她就是一個很簡單很單純 很聽話的小寶寶 因為小的時候 那時候是剛流行吃口香糖 對 那從早到晚我跟大姐搅娃搅娃 她就看著我 你們在幹嘛 我說 哦 新發明 第二天我們又在搅 她說 這是昨天的嗎 我說對呀 我們都沒把它吐出來 對 他們說睡覺的時候也是搅著那個 她真的相信 很厲害 我也要試試看 給她一個 我說好啊 那妳不要把它吐掉 她真的沒有耶 晚上就睡 對 我那天晚上就睡了 然後就搅著 然後起來說 欸 口香糖在哪裡啊 就沒管了 書頭說 哎呀 在頭中間了耶 撿著頭髮 沒辦法 沒有 會跑到那去呢 睡覺 丟出來了 睡覺 丟出來了 對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小啊 不懂啊 他們有沒有告訴你 不能夠驗到肚子裡 如果驗的話肚子就會被沾住 沒有 他們說吃西瓜那個襪子 不是襪子 那叫什麼 瓜子 不是襪子 不是襪子 瓜子 瓜子不能吃 因為吃了 然後你裡面會長一個西瓜出來 有啊 有啊 你敢吃嗎 就不敢的 那個時候 小時候 現在 現在才不管 所以她就很單純 她從小就很乖 當我們去了美國的時候 媽媽每天都給零用錢 那她都會省下來 就是真的從小看了我 就是真的從小看了我 她從小就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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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去了美國的時候 媽媽每天都給零用錢 那她都會省下來 就是真的從小看了我 那可不閃我 她是怕了 我也是怕了 呢 她是怕了 是怕了 但是在我邊 那可能是怕了 那麼別人 已經不穿了 吐槍 是害怕了 讓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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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奥斯卡颁奖典礼 走上国际道路的李文 有哪些难忘的记忆 我喜欢你的名字 Coco Coco 鲁豫有约 金曲歌后 李文 龙祖儿 范小萱 精彩 稍后继续 Coco Coco 李文在乐坛拿到过许多个第一 第一个为NBA联赛现唱的亚洲艺人 第一个现唱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亚洲歌手等等 多年来他跟许多国际巨星都私交甚好 包括传奇人物迈克尔·杰克逊 1999年迈克尔·杰克逊 在韩国举办慈善演唱会 李文和玛丽亚凯丽 刘德华等人担任演出嘉宾 李文是唯一一位 到后台和迈克尔·杰克逊碰面的歌手 随后他又受邀到迈克尔·杰克逊 位于加州的梦幻专员度假 与流行天王的那段短暂缘分 曾让李文心中满怀激动和感慨 其实你知道最巧是什么吗 其实也让我蛮难过 就是6月25号99年 他是25号 对啊 就是10年之后 很巧 所以我现在家里也是有这个照片 然后每次看到就 真的是好可惜 你说我觉得这种巧合 特别让人觉得难受 真的是 那99年6月25号 然后咱们知道那个消息也是 6月25号 那一次我真的很紧张 看到他的时候 你也会紧张 我会紧张 因为我从小就好崇拜他嘛 然后呢 就是我的经纪人带我到后台 然后呢就打开那个门 就看到迈克尔·杰克逊 就说 嗨 迈克尔·杰克逊 我是Coco Lee 我爱你的歌曲 然后呢 他之后呢 他就看着我笑一笑 他说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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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的名字 Coco 对啊 就是一直念我的名字啊 他讲话声音就这样小小的是吧 很轻很轻很柔 然后呢我就一直傻了 因为迈克尔·杰克逊 喜欢我的名字呀 那真的是多难得啊 所以我就真的是 那一次真的是非常难忘了 真的 你学他学得很可爱 他真的是这样讲话的 对 因为我看过他做的一些采访 说话声音就很小很小 对对对 像小孩那种那种声音 真的真的真的 对吧 有这个同音在哦 对对对 姐姐在吗当时 有 在backstage 那我不让进 对 只有我一个人跟进去的人能够进去 对啊 所以真的很难得的机会 Coco也变成一个小歌迷 那感觉挺可爱的我觉得 对啊就是 可是我要镇定这样子 很酷这样子哦 对对对对对 就是要表现出特别酷的样子 对对对对 可是真的心里面一直 哒哒哒哒哒哒哒 很紧张啊 对啊对对 哇真的是 所以你唱那歌就会很感动 就走得太早太突然了 对太突然了 然后呢在 其实是一个组 那个主曲 然后先是唱 Gone Too Soon 然后 Rock With You 然后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然后后面那两首呢 就是大家跟我一起唱 那感觉真棒啊 其实我最喜欢听到就是 我的歌迷跟我一起唱歌 对 他们的声音是让我 哇 觉得很嗨 让我会唱更好一点的 歌手在台上唱歌 特别投入的时候 底下那个反应 你是都能够听见 还是有时候是听不到的 看状况 有时候是听不到 因为我们的耳机嘛 然后所以我就喜欢 戴一边而已 另外一边我就可以听到 他们的状况这样子不对 回顾李文出道以来的 成名金曲 总和一个人的名字分不开 那就是台湾著名词人 姚谦 姚谦素有大牌推手之称 曾为王菲 刘若英 王力宏等 众多一线艺人担任作词 90年代 职场索尼心力音乐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李文 就被他独特的声音吸引 那李文在后台还准备上台前 还挺紧张 新人嘛 都特别紧张要准备上台 都还比较谨慎的这些状态 我也没打扰他 只有看了一眼 那么就这样 就那么一眼我就决定了 然后再下来就进入签约了 随后李文成为姚谦 所在公司的签约歌手 他为李文创作了 好心情 自己 滴打滴等快智人口的歌曲 姚谦曾是李文的王牌搭档 老板 更是他多年的老朋友 当时卧虎长龙音乐出来 说他一天 哎哟 这歌那么中国 嗯 我可能唱不了 我唱 回去他妈说 唱 他也想 身为一个中国人的女儿 属于中国人女儿的观念就是 爸爸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就乖乖回去唱那种说 唱啦 我妈说要我唱 你知道我唱了是这样唱的 我最喜欢你在奥斯卡上面 那个表现 那个裙子 但是你知道吗 当时我看直播的时候 我很紧张 因为那裙子是很长的 对 然后你要从一个台阶上面 对 很高 一边唱一边走下来 对对 还有楼梯 然后我的鞋子是四寸多的 就这么高的吗 对 差不多 对 很高的鞋子 然后我就是奥斯卡那一天 前一个晚上做一个梦 在走下来很优美的时候呢 那个鞋跟勾到后面的那个裙子 然后整个人滚下来 然后趴在地上还继续唱 这样故意的 对对对 这个很好 万一帅的话就好像让人觉得 就是一个设计一样 但你要帅得好看一点才行 对对对对 就特别优美地帅下来 对对对对对 就像那个舞蹈这样 对对对对 这样子 对对对 下次可以试试看 太危险了 待会儿可以试试看吗 待会儿试试看 那当时你也在后台吧 姐姐也在后台 对 对对 你也很紧张吧 对 我有hold住 你知道不敢呼吸的感觉 那个心快从口里跳出来 是吗 但表现得很棒 你知道吗 表现得很棒 她是我下台第一个见到的人 肯定 就是唱完之后 第一个见到的人 她在流泪 然后我就说 我唱得很差吗 没有 她说没有 感动感动 2001年 第7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李文演唱了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 那一年 奥斯卡为华语电影喝彩 《卧虎藏龙》获得最佳万语片奖 而李文因演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成为第一位 现唱奥斯卡的华人歌手 那一年 李文26岁